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2年的5月2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中国的歌星、明星、各种名人 会很快的穿着板鞋 扛着铁锹下乡干活去 或者到工厂去工作 伟大的新的北朝鲜时代已经到来 在美国时间的5月1号 郭先生与几位嘉宾 做了个三个多小时的直播 在直播中 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在乌克兰前线救援的新中国联邦的纸杯 从几百个预定到现在几万个预定 新中国联邦咖啡机从普通升级为专业版 新中国联邦的战友们团结一致高效的工作 新中国联邦人在战地凝聚 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二、轴心说就是歌颂共产主义的 中国的儒学是人类的未来 本质也是鼓吹共产主义 美国的费正清和胡福研究中心 根本不了解中国 不了解中共 他们就是一帮政治骗子 美国的各种研究中心都被中共收买了 轴心说是鼓吹共产主义的 是对西方文明一种战略性的侵略 众议院星期三傍晚以394票赞成 三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 由共和党人提出的关于评估习近平如何干预和防碍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 其英文简称为BCS Act 即为轴心法 是要制裁反对共产党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个法案的出台 爆料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郝海东说 范志毅在上海 他是上海人 疫情开始到现在几个月了 范志毅没有一条微博更新 范志毅有代言 有广告 他应该是时不时发条微博的 可以想象中共国内 现在是什么样的生活 很多国内的顶级运动员 没有职业联赛 没有收入 欠了一屁股债 生不如死 而新中国联邦人现在风生水起 因为疫情与防控 长期无法演出 中国最顶级的舞蹈艺术家杨丽萍 也被迫含泪宣布 演出七千多场的云南映像团解散了 四郭先生说 只要他拿起秘密武器 他就会比政治局委员们知道的还多 能让杨丽萍站出来说写赞 孙基海 范志毅 微博不能说话 王思聪可以说话 这都是有计划的军事隔离和社会政治运动 范志毅想发微博 就是找死 因为微博的开关在安全委控制 谁能发言 谁不能发言 都是明确告知的 所有演艺界 体育界的名人 和共产党就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 北朝鲜能做到 古巴和伊朗都做不到 只有中共能控制 中共舆论控制 经济控制 社会活动控制方面达到了人类的巅峰 英文都不让你学了 还搞什么艺术 中国之前的一切都结束了 五郭先生说 他非常感谢他的父母 允许郭先生离开学校去做生意 走向社会 孩子比父母强 一定是孩子自己的本事 不是父母教育的结果 孩子要成功 必须要远离父母 六 中国GDP15万亿美元左右 中国在去年发放的货币M2 是40万亿美元 中共国官方通告 是30到40万亿美元存款 银行储备金11.5万亿 银行储备金就是储户存银行的钱 假如是100块钱 他可以带出去85块钱 下一个银行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一个人存在银行100块钱 各个银行加起来 可以贷款出去400到500块钱 中国印发钞票价值35万亿美元 实质达到50万亿 美国大概印了20万亿美元 为什么限制人们取钱呢 因为老百姓的钱已经被转移走了 你存在人民币 共产党拿走了美金 人民币限制流通 就是为了保持六七块钱人民币 对一美元汇率 实质上人民币的真实汇率 应该是六七十块钱人民币 兑一美元 共产党维持兑水游戏继续 如果老百姓关注银行 关注钱的事情 共产党的底就漏了 所以中共制造各种事端 限制百姓自由 俄罗斯和中共一样 俄罗斯1万亿GDP 百分之六七十 是石化产业 都被普京等几个寡头瓜分了 老百姓的钱也被偷走 所以普京必须转移视线 普京打俄罗斯 习近平制造各种灾难 都是这样的原因 在乌克兰战场的俄罗斯士兵 把乌克兰人家的冰箱 孩子奶瓶都抢走寄回家 可见俄罗斯人有多穷 共产党把钱转移走 所以他必须转移视线 老年人活得太长 中共真的养不起 所以老年人必须死 残疾人必须死 奴隶言轻化 所以要强制韭菜生孩子 高质量化的人就是听话的 在这种情况下再进行经济掠夺 极端独裁 七 当初预估上海隔离会死八千到一万五 没想到上海已经死了十几万人了 汇报给习 习近平原话 任何改朝换代都有大量人死亡 这个数据太小了 不值一提 习最怕二十大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 经济动荡 习近平的改朝换代 是换到他一个人做皇上的极权时代 习近平做好了中国人死一半的准备 普京甚至做好了和世界同归于尽的准备 只是他能不能的问题 接下来世界会面对疫苗灾难 大量人等癌症或者其他各种疾病 无法解决的医学灾难 经济崩塌 中共国说不必要出国 就是禁止旅行 禁止出国留学的公正 就是限制留学 只能在党的统一指挥下 下乡 集中劳动 集中攻击 集中住宿 这不就是猪牛畜生吗 中共国进入了处奴社会 能出来的赶紧出来吧 现在的中国还会有经济吗 老百姓还会过得舒服吗 还有自由吗 九 国内烟台的一个很牛叉的战友 在银行存了350万块钱 找了银行说取200万 行长答应了 后来行长说取不了 取钱超过10万 都要跟上两斤银行宝贝 现在你的钱你说了不算 你出行你说了不算 出国也不可能了 时爆料革命进入了新阶段 郭先生提到前所未有的五个感受 中国人在今天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一个群体 不仅仅是共产党 9000万党员 即使90%是好人 那还有上千万的极恶分子呢 再加上中国还有超过百分之三四十的小粉红 共产党成功的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触奴社会 范之一 杨丽萍已经成了一个僵尸 他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力 他们也没有说话的动机和勇气 他们现在就想活下去 中共国已经没有经济了 未来粮食会作为武器来控制老百姓 这是一个人心丧失社会互害的时代 新中国联邦在全世界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全面关注 特别是我们追求的消灭共产党在美国爆料革命和灭共世界深入人心 特别是投资者完善G系列投资 让战友尽快有钱这件事上 他们现在越来越相信 未来的利益会和新中国联邦联系在一起 国内体制内社会上各个领域很多人都在信赖 现在向郭先生提供情报的人和过去比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一个量级一个级别的 现在比过去多了很多 G系列在经济领域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特别是喜币HPay包括GET老GTVGnews 国内战友透露俄罗斯现在想办法再把他的黄金和中共的数字人民币连在一起 如何使用加密技术 如何使用支付系统 对美元有没有挑战 这是之前钱和权无法实现的 12 共产党真的没钱了 对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真的恐惧 共产党在海外会拉仇恨 制造一系列事件 打架海外华人的生存空间 逼迫海外华人回归国内 老百姓的一切财富都将化为乌有 未来中国会实行夜间的戒严制度 就是宵禁 郭先生有信心消灭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心可以重建 但社会能不能重建 这取决于共产党把中国祸害到什么程度 若中共对台湾开战 对美国开战 不知会把中国损害到什么程度 最主要疫苗灾难也会非常的严重 13 接下来南西克洛西会到台湾 这是共产党会有什么选择呢 14 中概股1.5万亿美元 仅仅阿里巴巴就将近八九千亿美元 现在赔掉了六千亿美元 接下来美国会给中国减税 把税减得非常低 有些企业还可以留在纳斯达克 中美甚至会形成新的贸易伙伴关系 驻华大使会高调的恢复长都领事馆 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 美国的通胀 美国现在的就业 美国经济到了最不利于民主党的时候 这是一种被共产党强奸后的迁就妥协 过了中期大选 若民主党赢了 一切会回到原形 甚至会更惨 共和党若赢了 就会直接灭共 现在美国就想中国的奴隶 继续提供给美国便宜的商品 服装等 解决美国的通胀压力和供应量问题 美国的一系列假示好 会促使习近平更加大胆的支持普京 打台湾 更加凶残的隔离中国人 让你活着成为希望 活着就感恩戴德了 把物质的欲望变成生存的欲望 把过去精神上的人权 法治 出国留学的追求 变成为了活下去的精神奴隶 只要有吃的 有住的就开心了 把中国人变成奴隶 变成畜生 通过隔离 共产党全做到了 中国的歌星 明星 体育名人 像什么范之义 杨丽萍等 会很快出来 穿着板鞋 去下乡劳动 扛着铁锹 去工作 到工厂去工作 共产党不是回到北朝鲜 是新的北朝鲜时代 15 新中国联邦 要做好三件事 行动 经济强大 媒体强大 排养精英 团结世界合作的力量 传播爆料革命 充分利用世界转型的契机 疫苗灾难到来之时 世界经济崩塌之日 新中国联邦 要重建中国人的思想 改善中国人在世界的地位 重建中国人的形象 16 病毒疫苗解药 在小范围内的测试中 不敢说什么时间会出来 但反应非常好 推广在法律上非常难 但是新中国联邦人 使用有保障 内部小范围的试用 会很快到来 17 蒙古 新疆 西藏 是共产党的三大心患 还有一个极为危险的狼 就是回族穆斯林 打压蒙古文化和蒙古族的石泰峰 将出任社科院的院长书记 陈全国由于镇压新疆 可能会更上一层楼 管意识形态 甚至是政法委 那么中共对少数民族的镇压 绝对会升级到新的高度 可以看出习近平不仅想要改朝换代 他还要灭了三维一郎的不安定因素 一统江山 中共为了稳固政权 在二十大前 会把一切确定在可控范围内 建立处奴社会 实行孝敬 统一行动 统一说话 统一攻击 对陈胜吾广们则格杀勿论 习近平说 秦始皇修长城 统一文字 那是死多少人啊 现在习近平享受在秦始皇的鼎盛时期 他觉得上海长春死人再正常不过了 国内还没有行动出来的人 只有后悔 十八 打过疫苗后的捐血一定会产生次生灾难 共产党有几个严格控制疫苗的地方 他们都不会打疫苗 一是党和国家核心机关不允许打疫苗 比如军队的指挥机构 还有特殊部队 例如雪豹 还有特殊地区 比如东北某地 这些人的血是给老杂马流着的 所以不让他们打疫苗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